你干嘛 今天咱俩都穿一个色 今天是19号 今天是5月19号 要不要 不要 你请给我放回去 胖饺子已经不行了 已经现在看什么东西都没有食欲 这这位天天饿 隔几个小时就饿这位 你说咱是 我现在 就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你知道 现在就是 也不是说累 反正就是懒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点提不起精神 今天 来吃百年卢主 门块胡同 百年卢主 卢主嘛 北京 北京老字号 百年卢主第1名我天 他有好几家是吗 应该是 怎么都和这家长得不一样呢 是古龙 啊 这么多地方 海淀区 哪个属于啥区 潮阳区 海淀区 哇这么多 你吃什么 来个这个 有情商 要那个这什么藕 来个藕 行 好 还要哪个 那你订吧 用这个 其实我想吃点那个虎竹 那你这样 我我又想吃豆腐 我就来点虎竹就行 芹菜就不用了 不如芹菜 好了 谢谢 谢谢 卢主 你这个 对焦 依旧给大家介绍 王大厨最爱的小餐 卢主 小餐估计15块钱 不12 15差不多 那家12 那别的地方 8块钱 是吗 7块钱 北京卢主 卢主给我介绍一下 里面是大厂 这是精品大厂 精品和那个什么有什么区别来着 他头头在哪 这就是那个头 大厂头 这个是头 就是里面稍微肥一点呗 另外一种 他只给这个 就是瘦一点呗 然后他说里面有豆 猪肺 猪肺 然后有豆腐泡 那个白的是什么 这个 也是豆腐的一种吧 这个是啥我还不知道 哇还有 面 哦不知道 反正就是 锅盔 北京 卢主 火烧 卢主 他为什么叫 火烧 对 他叫卢主火烧嘛 然后精品卢主火烧 那里面就是面嘛 就火烧 就是 就是个饼 弄成小块 锅盔饼 这是猪肺呀 然后 炸酱面 这回这炸酱面算正宗吗 算一点 算一点 其实正常那个料应该有好几种 那你给我拌一下吧 比那家正宗 至少它不辣 这个不错 你闻到味道了 没事老公 你多弄点没关系 这不错 他家这不错 全是北京特色 我找这个已经找了很久 信心念念的就是炉煮 还有炸酱面 以前喝的豆汁吧 对隆重介绍一下 这怎么撒了呢 你撒的 你端的时候 这个豆汁怎么还是绿色的呢 豆子发酵了嘛 发酵完做出来的嘛 反正目前就是我闻没有什么 反正目前我闻这豆汁没有什么怪味 就是就是豆浆的味 这么臭的味道 又臭又酸 没有啊 你喝过豆汁吗 你就说人家又臭又酸 小红酥这么写的嘛 那肯定就是了 你一天啊 就是小红酥小红酥 啊 炉煮火烧 其实一碗里面 我还在想呢 它为什么叫炉煮火烧 是一碗炉煮在家 给一个饼吗 因为火烧不就是饼吗 但其实它这个炉煮火烧 它那火烧都在里面 给切好了 好 你现在这个拌油了 你再吃一口尝尝咋样 没事 很肯定好 豆汁让我辛辛苦苦着了两天 原来离家 离酒店这么近就能吃 但它没有面茶 还是差一点 要是要再有个面茶 我这北京以后我就 我就不那个茶了 这个叫 这个叫胶圈 胶圈是面做的 是吗 就是它就是面个圈呗 怎么这么脆 里面啥样 就面圈 面圈啊 就是面 老北京都这么吃吧 你是茶过了 还是又又瞎不烂吃了 这么配就这么吃 来 你拉倒吧 不至于不至于 什么味 确实挺难享受的 给我形容一下 是臭啊 是酸啊 是豆啊 真的不好形容这个味道 好 来 我来了 心心念念的豆汁 虽然是我也不想喝 但可是 他姐怎么喝 姐给你端起来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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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酸不辣 你尝尝 辛酸的很好 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我刚才真的是要反胃那种丝 哇 姐这回了解到了 哇塞 我跟你讲 原来豆汁是这么样的 看着我都想反胃了 老公你先放你这 你先吃一会儿这个 然后咱俩再换 然后那个就白白了吧 哇 他这个一个套餐好像12还是13 就直接就浪费了12 就是为了给大家敏一口感受一下 它属于那种 它属于那种臭豆腐的臭 然后的那么一个瞬间 然后就一直是那个味儿 臭豆腐你好歹还有个什么辣酱啊 或者什么酱啊麻酱啊 或者是那种豆腐的那种味儿 它就是那种臭 哇炸酱面超赞 你知道那个酱特别香 油是油了点 油了才香 油了才香 那个豆也丝 炉煮那个大肠真是绝了 就是猪肺其实还好 一般就有点吃不太关 那个大肠哇爽死了 但是它这个那么浓 就是那个汤什么太浓了 也不是浓还是咸 反正我其实不太那个啥 算了 越煮越浓嘛 那个就算了吧 哇这回终于知道豆汁是什么味儿的 法子肺腑的臭我天 你瞅瞅这个人还在挑呢 我当时看这里面豆我还惊讶了 这豆肯定难吃 但其实还好 绿豌豆绿黄豆 胶圈胶圈挺好吃 就是 我觉得文没事 但是喝进去真的不行 我都要吐出来 哈哈猜我在哪里 哇我在SOHO 嘿嘿嘿我在北京SOHO 我突然来了北京SOHO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换电池 我的苹果电池 苹果笔记本电池坏了 哇中国的这个办事消流 百度上一搜人工台 一共没聊几句 我就约上了五点来换电池 然后我就来了 朝阳街就是最近的 人家我一说最近的朝阳区 搜一下就告诉我地址怎么走 第二号码 然后就预约了 看看人家的数比高铁还贵 1288不对 多少1200多少 1288换一块 我的那个2013年买的那个什么苹果 笔记本 SOHO 商贸圈是不是这么翻译 王大厨东宇终于对中国彩票开始下手了 要刮中国的刮刮乐 刮刮乐的大厨 刮了一个宝石不是吗 行了 这都不是数字 这都是图案 对 刚才说到我换苹果电池 大家一眼看王大厨刮 一眼听我说就好了 我的苹果电脑 是Mac Pro 15英寸的 是2013年买的 然后我19年的时候 就来充电 就觉得特别热 之后呢 就发现电池 其实 充的快 煤电也很快 但是没有注意 而且我不经常用 又又去了 现在家里买了台式机嘛 所以说 然后今天出来 出来 出国来 回国的时候就带着了 因为有工作呀 有视频要剪 然后他就 不好用了 上面就写了 建议更换电池 我就来了 我就在百度上搜了 就是苹果电池更换 然后就跑出来了 一个客服 客服就告诉我在哪里 问我在哪里 我说在朝阳区 然后瞬间他就告诉我了地址 然后急电话 然后就打了电话 就预约了五点 然后我们打车就来了 北京朝阳区 见外搜后 现在电脑在里面 两个小时之后 就换好电池了 1288和美元178 超快 在我印象里 也就换电池 也就200多块钱 但可是 我猜测的 没有实证过 换苹果电池要多久 要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钱超划算 然后他说苹果电脑 电池插线 随便 中国和美国都一样 它热是很正常的 它不会损坏电池 只不过我的电池时间 太久了 所以说才要换的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面的大高楼 上面都是办公室 或者是商圈 都是商业 全聚德走起 被硬币吃烤鸭 是这儿吗 不是吗 是吧 是 对 是 两位 两位 随便做 对 里面的也可以 全聚德烤鸭 你给我包 咋的我先给你包一个 那就吃了呗 要不不就凉了 这时候我没洗手 你洗手吧 我不要那个红的 那个红的不知道是什么 是这样 他为什么烤鸭分了两盘 肉的部位不一样是不是 这就要来喂我了吗 我咋都没尝出肉了 那就比你肉多点 怎么没有肉呢 光感觉在吃饼啊 哈哈哈 来 这回比你来多点肉 就是了 妈 小伙都功不错啊 片这么薄 薄吗 行了 皮 太好吃了 感受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你先吃 那个是鹅干吗中间夹的 这什么味儿 哇好咸 吃完了我俩 先放这 你瞅瞅你看 你瞅瞅你看 你瞅瞅你看好好的北京烤鸭被你整成这样 太腻了我俩都吃完了 这个是一个大套餐 是一个全鸭 全鸭片了之后有两盘 刚才不知道看看还有一盘 它其实是三盘是不是 三盘片下来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叫什么 什么酥 天鹅榴莲酥 天鹅榴莲酥 然后2T的饼饼 还有蘸的那个 蘸的那个 那个是好像是酸 酸什么的东西 那个特别咸 那个应该是鸭肝 然后是牙胸前面的那个肥油 你确定不确定中间的那个是鸭肝 鸭肝还没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像一个上面的薯片 是那种东西 对 它是饼的一种 是不是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做好吃 是这样的 鸭肝 然后这个是个硬的片片 这个薯片 这是块那个油 很咸很咸 我都不想吃 我这么节约的人 我都吃不下了 太腻了 就是腻腻饱了 所以人家告诉我 你是点半支 对啊 还是听人圈 咱俩不听人圈 点了一支 天鹅榴莲酥 这太油了 这个发型 就是不好好打理 就是减短了之后 其实好好打理也是蛮好的 今天是5月20号 明天去签证 然后就回内蒙古了 今天晚上最后 撕一顿 撕一顿串 去你家又不能立马撕串 今天去撕附近的哈尔滨烧烤 吃哈尔滨烤烤 盐集大冷面 你吃冷面吗 嗯 我不想吃冷面 冷面有点多 就撕点串就好了 你都饿了 你有 对你是饿了 我饿 我多少饿 我六成饿 太多咱也吃不了 它不是那个串的上的 好 那那那那 算了 那就豆腐转好了 我不要那个吃这么多 烤猪蹄很好吃 冷面要是吃了就会觉得太多了 这不够哪 这不够拿 10个羊肉串 10个羊肉串 豆腐转 豆腐转 豆腐 香菜一盘 羊肉 羊肉串 羊肉串 你遇上吧 提皮 对呀 还记一下吧 羊肉串10个 羊肉串10个 烤豆皮 香菜一盘 羊肉串 豆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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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洋腰是一碰两瓣的 对洋腰一个 再来那个鸡皮 鸡皮 来四串 鸡皮四串 烤馒头片你吃吗 不要 馒头片 面包片都有 给我来一块烤馒头片 一会儿烤馒头片 对 我尝了这个 啥样子 我还是要个冷面 你要冷面 要个冷面一会儿 好 这不错 好 冷面一会儿 再给我来四串就得了 餐用四串 是图片仅供餐口 对 这个刀都变成事了 哈哈哈哈 那有我都可以 这个啥意思 行 卖宝贝面子 行 吃饭了 谢谢 没事 还有还行 啊 烤馒友是这个感觉 烤馋友 我都吃了 这套我 哎呀 这个是好东西 这么多年都能吃上 特别喜欢吃这个深烤这个鸡头 你确定 你确定是深烤的 嗯 那一会儿再点两串 深烤 西头 烤 猪蟹吃完了 有点毛 还行 舌尖上的烧烤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如果解决不了 就来两顿 它应该是这么写的吧 对 如果有那就两顿 在这儿了 这个是豆腐皮卷香菜 点了个鸡皮 臭豆腐 兴起臭豆腐 我这是打了卤的臭豆腐 牛蒙 好赞 羊肉串 太脂 冷面 超爽 盐边冷面 盐边冷面 哈尔滨冷面 臭豆腐 臭豆腐 对 盐边冷面 在哪写的 盐 对对对对 他这个地方冷的臭暖 所以他要写那个地方 挺好的 就是我以前比我以前吃的那个版本还要豪华 不过他不是这个是应该是辣肉 我以前就是牛肉酱牛肉放在里 然后辣拌菜 我以前没有这么多蒜 就是基本上没有蒜在里面 但是里面有冰茶子 我以前我小时候吃 很久没吃 我愿意吃里面的花生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不愿意拌这个东西 我就是 牵口那个吃口那个 要不花生就找不到了 花生就散开了 北京的 vlog 以烧烤 哈尔滨烧烤结束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北京vlog 明天就是 去签证 然后就回那蒙古了 然后就 大家期待 内蒙古vlog 三百九 什么东西一百六三百九 我不买一百六块钱的彩票吗 对都还没跟大家说呢 王大厨竟然买 体育彩票 不叫体育彩票 叫赌球 我要买六百块钱的 这不少 哇 我想说 曾经也爱个玩 来来来来来来 过来排队排队 那个当的排队 就人你 我不跟你在一起 我天 哎呀谁最尬 王大厨最尬 我点去 去跟小朋友玩 我规模 帮帮 帮帮帮 帮帮帮帮 蝴蠶 快走